李泰鋒最有名的粉餅就是小籠包 我们来看看为什么 李泰鋒的门店外面 是这样门铁落实 这是在台北信义店的门口 常常排队超过一小时 甚至两小时 都是很平常的 那为什么呢 这背后有原因 要看他怎么样对待员工 员工在这样的企业里头工作 他有没有敬业度 他有没有高生产力 他有没有幸福感 李泰鋒在2019年春节营业时间 在那边接触公告 他们不营业 事实上这已经实施好几年了 因为他们要让员工可以好好过程 其实作为101这个大商场的东家 不希望你关店了 因为你带来了很多的人流 你关店必须要付上赔偿 但是对这家企业赔偿逝小 人工能不能回家团圆过年世大 所以大概从三四年前 他们就决定 从除夕到年初一是不营业的 即使赔偿给商场 他也不营业 像这样的企业 他在关注员工 给员工塑造一个敬业环境 所做的一些举措 那这些数据可以说话 我们看看丙开锋 在2013年到2017年的 离职率初期的低 从3.13一直到2017年的1.10% 不到1.5 那这在行业界里头 当然以在台湾的几个餐饮业的品牌 来比较来看 Lady M这家美国的店 一直到黄品集团25%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员工对公司的敬业程度 稳定程度差别多大 这对公司的产品跟服务影响多大 这位台湾顶带风员工 留性的服务员 他说他在公司里头感觉很幸福 他本来以为幸福是存在家人跟情人之间的那种感觉 但是他现在在顶太峰工作 却有这种幸福感 因为觉得是在一个大家庭工作 彼此一起帮忙是很有成就感的 当然这样就会消除你在工作上体力上面的那种毛泪 那就会自然而然的散发出笑容来了 那这个会带来一种感染的力量给顾客 另外一位理性员工 他说知道要对待家人好 我对待顾客也要那样子的心态来对待他 他是有神圣的使命感 他认为他在工作的时候是传递一种价值 这种价值代表是企业的文化 企业的形象 所以他认为这个服务的过程 就是一个价值传递的过程 他让顾客体会知道 我用你们的产品 吃你们的产品 我是可以安心的 那这样到工作上就得到很高的满足感 工作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这也是一种感染力 这种感染力顾客会感受得到 员工之间彼此也会感受得到 这个就是一种模块